台東市政府立志是公告說 除了中央對到這六月以下的 小孩可以發放五期的家用 快台施制 所以台東市政府也會占對到這兩月到十二月 家裡有設在台東的小孩 每一人又結婚兩期 小孩開始就可以去理辦公室而已 不過有哪有台東的李廣表示 今天也不會來拿到名字 也也不會拿到快台施制 李廣辦公室的電話 每天都是想問 台東市政府說 發放的快施制應該怎麼唸 也不會就等不來的民眾 直接到李廣辦公室來順問 民眾說實在等到很中急 因為台東市府選擇 在到現在 年到六月發放五期的家用快施 市府又感到 對著兩到十一月 實際在台東的市場 大家人還在對話兩次 三十號就可以開始領 在這四大冠島之外 自己照顧的民眾 也可以透過李廣辦公室來領處 不過經到的發紅日 看是有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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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很奇怪啊 就是步驟都不同 就會讓我們人民做父母的也很擔心 三十號由他們先去作業 然後之後改三十一號才有名測出來 實際讓民眾拿到或許可能已經是六月一號或二號的事情了 立正說實在進步內 在到一面安打 也只可以先流下電話的方式 但台西市如果是夠位 只要同在家長來領處 不過算也要領袖不就家長的保安跟壓力 市府民政局表示已經加快處理的速度 這個民策跟篩計 我們會在後天 也就是五月三十一號下到各公所 市府表示 因為快篩這個九月 加上配備的經理作業的 緣地 它去做車需要時間 它算三十一號名車才會做得好 雖然共町人加輕腳步 不過建設跟第一山不一樣 還是他們來賣賞的民觀 現在台中中學報到 台中中學報到